Amen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是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在主的家中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团契 我们的brother Alvin他说他介绍一位 姐妹说这是我小学的同学 哇 小学的同学都能够记在这里 你觉得美吗 Amen Hallelujah 今天如果弟兄姐妹你带着我任何的重担 但是来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耶稣爱你 Amen 跟旁边人说信靠耶稣真是有福 Amen 用你最迷人的微笑 你跟他笑一下好不好 可能这个星期我们 没有什么笑容就把你这个微笑 然后带给你旁边的人 你跟他说谢谢你跟我坐在一起好不好 你用你最迷人的微笑 我们彼此的鼓励在神的家中 这是我们最美的一个选择 最美的一个福分 为什么呢 因为神拥有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 Amen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能 还有 他无所不在 Amen 将荣耀归给我们主耶稣 谢谢敬拜团给我们 带来 一些很很棒的诗歌 我心 切目 深深 渴慕你 切切的渴慕你 是很美的一首诗歌 每一次我 唱这首诗歌 我里面有很多很大很大的感触 很大很大的感触 感谢神 是因为爱我们的上帝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父神 那我们感谢你主啊 谢谢你的恩典 够我们用主 我们知道主我们 的确是一个 一群蒙恩的罪人 我们积极在这里主 我们要珍惜主 每一次的这个礼拜的这个 参加这个 出席这个这样的一个 主乐主啊 我们的确主 主要来 很专注的听你的话语主 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主 会带给我们力量主 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语主 将我们分别为圣 教导我们 给我们智慧 如何在我们的生命 当中 我们的这个 生活当中 做出主 这个 最有智慧的选择主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一位 蛮有智慧 蛮有能力的上帝 主啊 求主你引导我们的心 然后叫我主我们 走每一步的时候主 我们都信心满满的主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主 我们向你 祷告我们也宣告 今天晚上主 我们奉主耶稣的圣明 没有任何的一个拦阻在这个地方 要来拦阻我们 听到主你的话语主 奉主耶稣的圣明 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 遮盖在这个地方主 将我们每个人 主啊 分为为圣 给我们一个 主啊 有这个属灵的胃口 来听你的话语主 主 吵叫主 让你的话语 让我们听了 能够主 深藏在我们的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你 主啊 让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主 引导我们主 主啊 打那美好的仗 如此仰望祷告 乃是奉靠绝书 罪得神的名求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哈雷路亚 弟兄姐妹 给一个照 那是几年前的照片来的 很多年前我跟我堂哥 去到一个地方 其实我们是要骑脚车的 你知道 来到这个地方呢 叫做咕弄大豆的一个地方 这样就两个人傻傻的 就爬上去了 其实我是 有这个叫做未高症的人 你知道这个很高的 当时要爬上去的时候 你要爬上去上面的时候 他们只是用了两个梯子 差不多到顶的那边 是两个梯子 我去的时候就是有两个架很高的 我是没有办法走上去 因为我爬上去的 因为我爬高嘛真的是很高 你看走上去的已经看完所有这个人包 当病还是人包 这是在人包的 爬上去看到完 很美很美的风景 这是如果你 就是说 当你要看到 就是好风景 就是在最艰难的盘灯之后出现的 就是说你要看到很美的风景 你要爬上去才看到的 对吗 然后爬山的人应该懂的 The best view comes after the hardest climb 那一次的爬上去呢 就给我很大的信心 其实那不是只一次 还有在一起再爬过的 就给很大的信心 第二次去爬的时候 那个做好美美了 给很多人很容易上去爬 所以爬山这个跟我们信仰都是好像一样的 今天我们开始相信耶稣 开始我们信主 然后是要走完这个信仰的这个路程 才是最棒的 你说阿们吗 如果我们半途而非 就像我们没有爬到 就好像爬山这样 爬到一半就退下来 根本没有看到那个最美的风景 就好像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是要持守这个信仰 直到最后的那一刻 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 就是最美的风景 在希伯来书呢 第十二章第二节 这个前半段讲到 仰望 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就是说仰望那将真道 真正的道 创始成中的耶稣 这里讲到 所以走天路是要仰望耶稣的 对吗 感谢神 我们刚才我们的 在领圣参说来讲的计划 一个大家庭 在主里是一个大家庭 一起来仰望耶稣 而且要坚持信仰这样的一个经验 走到最后 好像就好像走到最后的时候 就好像保罗讲的这句话 在提摩太后书 很多人都用这个来做他的那个墓名 什么墓碑所写的 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这句话很重要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你要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吗 就是说按照公义审判主 到了那日 那日要赐给我们 是神要赐给我们的 不单止赐给我 要赐给凡爱慕 他像他显现的人 在这里所有爱慕神的人 你就可以看到上帝有一天 有公义的冠冕 会来赐给每一个人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因为这个公义的冠冕 是要赐给谁呢 那些专义跟随他的人 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 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 专义跟随主 跟他们说 专义跟随主 专义跟随主 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的 这个功课 专义 所以第一个呢 要来认识跟随的对象 弟兄姐妹 要来跟随对象 每一个人生活在世界里面 都有自己的追求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都有不同的追求 而且你所跟随的对象呢 你要认识他非常的重要 你要认识你所跟随的对象 在10月25号在报章上看到的一个新闻 我快快的就把这个新闻献给我的孩子 这个新闻是讲到什么呢 是讲到这个 我没有放出来 但是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随的对象 你要认识他 特别的是现在的年轻人 有一首歌叫做APT的 懂得几首 年轻人啊 APT 懂哈 这个报章是写什么呢 这首歌是洗脑的神歌 洗脑的这首歌 而且是有含那种不良文化的 就是讲他的歌词 所以报道这边就是讲到 这首歌呢 其实有不良的西方的文化的一首 所以他讲要请家长们 或者是社会 能够更加的关注孩子们 这些听这些放出来的这首诗 这些所谓的流行歌曲 以免让孩子受到这些不良的文化 所荼毒 APT APT是谁呢 是这个所谓的韩国的 所谓Blackpain Blackpain的团圆 其中一个叫Rose 还有跟那个Bruno Musk 所做的一首歌 叫APT APT是apartment的意思的 里面的歌词呢 其实是非常的 就是说 误导性的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现在去跟随的对象 他们不认识 到底那个跟随的人是谁来的 许多小孩子会被这首歌 很轻快的旋律洗脑 甚至可能会忘记这首歌的歌词 所以在里面所传达的信息呢 他们不理的 也没有去自我管理的 所以这种不良的文化 会带入这些孩子的思想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的孩子 特别做父母的 所跟随的对象 他们认识吗 我们做父母的认识吗 只是一个很小的环节里面 还有更多的 我们所认识的跟随的人 我们真的认识他吗 他背后到底是谁来的 今天太复杂了 太多的东西 今天我们真的要去认识 所跟随的对象 当然 今天你所跟随的 特别有些人喜欢音乐 你要找一个好的老师 你这边 如果你喜欢直学 你也可以找一个好的直学的教授 或者是谁 或者是你喜欢真理的 你要找 一个 属灵很成熟的 对圣经很有知识 很 就是说很有下功夫的 长者或者是牧师 所以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跟随的人 到底是谁 你自己要很清楚 所以一个对自己人生 负责的人 一定要清楚 你对你的人生负责的人吗 你要很清楚的认识 跟谁 这个对象 有些可能 因着你的欲望 你跟错了 你跟错了 因着你的欲望 我们来看 真言第一章 十节到第十六节 这边说到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一起来念 一二三 躲避罪恶 这里是收到什么呢 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有这个 叫做什么呢 面临犯罪的这个诱惑 就是说今天 我们跟人 人跟神的关系呢 是否有很亲密的关系 特别是当我们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那个饮料 是多大 是多强的 有时我们做父母 我们也怕我们的孩子 一个人 对吧 一个人 所以我 我特别的是会跟我孩子 在这方面 比较严一点 你叫的朋友是谁 你一个人出去 你跟的是谁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没有 这个圣经的引导 我们可以 为所欲为 特别是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这个顺服神的话语 是在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特别是在大城市里面 有很多的引诱的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 当一个男人有钱的时候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要很小心 如果真的不让神的话语来掌管的话 我们知道他的后果会是怎么样 躲避罪恶是属于智慧的 看了第一眼不可以再看第二眼 因为知道 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 怎样躲避这个罪恶 你不能够再看第二眼 当然第一眼给你看的不小心 但是第二眼你不能再看 躲避这个罪恶 也是属于智慧的 所以即使是独自一个人 你神的话语 你能够站立的稳 你能够站立的稳 抵挡这些诱惑 而且不是受这些诱惑来妥协的 而且是不要去享受这样的一个最终之日 最后是遭到这种痛苦 找到忧伤 找到灾难 甚至是死亡的 所以顺服神的话语呢 要躲避罪恶 是属于智慧的 然后我们信告主的人 就是要跟随耶稣的人 阿们 今天我们都是他的门徒 我们对跟随耶稣 到底有怎样的认识呢 今天认识耶稣吗 弟兄姐妹 你认识耶稣吗 耶稣也希望那些跟从他的人 真的很清楚的去认识他 为什么呢 他要这样子讲呢 你看啊 接着下来 我们要看马太福音 我们注意一下在这边 耶稣带这个门徒 带到一个地方 就是 耶稣 在16章13节讲到 耶稣到了一个地方叫 耶稣到了这个地方叫 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带了这班门徒 刚才我说了 为什么耶稣希望 那些跟从他的人 要真正的认识他 他就是希望这班门徒 带他去个地方 就好像一个study tour 去到一个地方 带他们去看 这边看到什么呢 这边他有说 他就 16章13节说到什么 他就问那门徒 人说我 人子是谁 但是这门徒说什么呢 他们说 有人说 是世袭的耶汉 有人说是伊利亚 又有人说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面的异味 这些答案都不是耶稣所要的 都不是耶稣很满意的 因为这些对耶稣的认识真的很不正确 这班门徒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说我是谁 我们就看当时的那一个情景 带到那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盐壁上面有一种 这种造成的神龙 你看到那个一个个的这些 就是这些 在那个罗马时代的时候 有凯撒的那种 奥古斯都的那种神庙在里面的 有不同的那种神庙的 就是那种异教的 那异端的 敬拜的那种中心来的 你看到 就是有人说耶稣 带这些门徒来到这边 就是他们毕业旅行这样 来到这边看这些地方 你看 有很多的这些什么庙 宗师庙那种一大堆的 你看到吗 有什么攀神洞 什么奥古斯都的神庙 耶稣带这班门徒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 有很大的意义在在当中 为什么耶稣要带门徒来到这个地方呢 意义非常的深厌 在所有的这些神明 就好像讲 今天巴士多德冠带我们去到一个印度 很多印度庙的地方 站在那边 巴士多德冠带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 然后在当中的时候 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说我是谁 耶稣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别人不明白不用紧 但是他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 身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知道他是谁吗 耶稣问他 为什么信耶稣跟其他的宗教不同 同样的问题问回来 因为当时耶稣问门徒 你们说我是谁 同样的今天耶稣是谁 为什么耶稣和其他的宗教不同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才是对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所相信其他不对的 为什么 而且是其他都是错的 那很多的假神 在围绕着那些门徒 那在当中的西门匹德是大师兄 西门匹德回答 回答什么呢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八月呢 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他认识耶稣 他知道耶稣基督是永生的儿子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因为在天地之间呢 只有一位真神 永生的神 不是神 不是人所造的 在旧耶 西伯来文 讲的这个弥撒亚 弥撒亚是西伯来文 跟新耶里面讲的这个基督呢 这个希腊文呢 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 今天很多人 一直在等 等弥撒亚 犹太人不相信 耶稣就是那位弥撒亚 他们都一直在等 等今天到底谁能够帮助我们 等啊 等那个弥撒亚 你看神在旧耶里面 派很多的先知 启示他们知道 耶稣就是那位弥撒亚 一直到旧耶的最后一本书 是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在到新耶 的那个马太福音之间 有四百年 神不再拆派他的先知 在四百年里面 因为他要拆派 一位拯救者 就是这位耶稣 今天 一同样的问题 我们会问 我们真的认识这位耶稣吗 我们真的相信 这位弥撒亚能够帮助我们吗 真的帮助我们吗 美国的那个什么 大险要到了 可能有人会 那当时那些人会问 这么只是这两个人 没有别人了吗 只是这两个人 今天 在马来西亚 我也听到下一届 可能很多人 也不想出来投票了 有谁来帮助我们 我们有去思考吗 是不是生活越来越重 这位弥撒亚 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 就好像 犹太人不相信弥撒亚 耶稣就是弥撒亚 今天有种种的 这些生活的压力 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吗 今天我们真的要来思考 要来怎样的 去专业的去跟随耶稣 怎样的来认识他 我们要来认识耶稣 所以不要去听人家说 人云亦云 意思就是说 别人讲什么 自己也跟着信什么 别人讲什么 自己没有那个的组件 如果今天 突然间有个人爬上台 他说我有个秘密告诉你 就是说 来了 他有个秘密告诉你 他有人说 我就是耶稣基督 你会相信他吗 你肯定不会相信他 他用什么来证明 他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相信 认识耶稣 我们一定要 去证明给别人看 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但是 在我们当中 有位称他是 第二个 什么 夏娃 还是很多人去跟他 非常危险 非常的危险 你们知道 有人称他是第二个夏娃 他是变性的 一个异端 但是还是很多人去跟他 所以今天 不是说 那个人讲 耶稣是那样 就是那样 我们要去 查考 我们要去认识 我要拷问弟兄姐妹 一下 OK 就业一共有多少卷书 就业 来来来 来考问一下 就业有多少本卷书 就业 就业有多少卷书 我们要认识耶稣 三十九 新业呢 二十七 一共呢 如果 今天是六十六卷书 如果你今天 外面有问你 圣经一共有多少卷书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的话 你不要跟别人说 你来过 SLA 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所以 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还没有开始 查考圣经 我们要连最基本的 多少卷书 我们都要去掌握 把它掌握好 三九二十七 三十九加二十七 旧月三十九卷书 新月二十卷书 我还没有问呢 一共有多少卷 可能可以更头痛的 这个 在这边我所问的东西 就是说 今天我们认识耶稣 当然 人家问我们的时候 圣经怎样怎样 我们 踏不出 所以这个乡称 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耶稣 思想 然后耶稣是怎样的 一位上帝 OK 好 彼得这次回答 让我们看到 他讲他是永生的上帝 彼得跟随耶稣 因为耶稣有永生之道 认识他有永生之道 认识他 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他没有人 到父那里去 OK 再看一下 再看到一个 这个 要认识耶稣的对象 要认识耶稣 认识的 所认识的 跟从的 这个跟随的 这个对象是谁 然后这边讲到 你要认识神 也不记 二十二章 二十一节 你看 来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很棒的一个经文 一起来读 来 一二三 换句话是什么呢 我们不认识神 福气领不到 虽然短短的几句话 但是这个足够用我们一生 一生 我们真的要来认识神 所以 这个经文就是讲到 所有想得到 寻求平安的人 所得到福气的人 有一个要求 就是认识神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个人对神认识的程度 有多少呢 他就从神那里 可以得到 多少的平安和福气 但愿我们 更多的认识神 更多的来跟随主 阿们 下一个呢 我们就是要看到 要专益跟随主 来一起说 专益跟随主 OK 大家都很 就是 很熟悉的 一个经节 马太福音五章第八节 清醒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得见神 清醒的人有福了 什么是清醒呢 用点没 什么是清醒 来 你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吗 什么是清醒 很清醒 这个人就是 这个清醒呢 就是指这个人的思想 圣洁 良心里面呢 很清洁的人 清醒 清醒的人在行动上呢 可以说是 对 就是讲 对神有一个专益 他不会朝三暮事 一会儿又喜欢这样 一会儿又拜那个 一会儿这个拜不灵来 又拜那个了 专益吗 清醒的人有福了 你对你的判理专益吗 神是不喜欢三心两意的人 三心恶意的人 在雅各书的 他讲到呢 一章八节 心怀恶意的人 在一切他所行的路上 是没有定见的 不稳的 不稳的 今天太多东西了 一张Shopee 到底要买哪一个 太多了 这个又要 那个又要 全部都要 专益吗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 没有定见的 然后这一句话很重要 这样的人 不要想从主里 主那里得什么 这句话 三心两意的人 三心两意的人 不要 不想 你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 旧一的圣经人物呢 有一个人物是我们的榜样来的 我相信大家 等一下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听过 但 有听过的这个人物呢 都不用紧 我们在听过 可能当中我们也有一些 出信者 可能他也没有听到 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故事 圣经的人物 我们陪他们一起听 陪他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 也是一个扶持在里面 他这个人物呢 他获得神对他一个称赞 他就是专益跟随主的迦乐 在我们当中有迦乐吗 迦乐 明书记对这个有很详细的一个记载 特别这个迦乐的圣经人物 是神所称赞的 以色列民呢 他曾经在埃及受法老的 这样成为他们 成为法老的奴仆 这些一些人 他们就求上帝 上帝顾念他们 顾念他们的苦情 接着摩西呢 领他们出埃及 神又在埃及降下十灾 又在红海那边为他们开路 又给他们马拿刺 OK 然后又有这些银柱火柱 保护他们 我们看到这种神所顾念他们 按道理来说 他们一定会 对神的一些认识 对不对 他们应该会更加的信靠神 他们经历上帝的供应 更加会爱神 更加会跟从神 其实不是那样 当事情顺利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 他们对他们的信仰 这种信仰的光景 是很棒的 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遇到不如意的时候 以色列人 他们对神的态度 还有跟神的态度 全部都暴露出来了 在不如意的时候 明书记十三章 有记载 明书记十三章 有记载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十二个探子 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归探迦南地 OK 我们都非常清楚的 四十天过后 他们把归探的结果 向摩西来 还有跟以色列来会众 来汇报 就打做报告 他们告诉摩西说 这个十二个探子告诉摩西说 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个地方 果然是流奶移密之地 然而那地的名很强壮 这十二个探子看到没有 那边的人很强壮 那个成绩也很扩大 OK 并且我们看的那些人 亚马利人 住在那边的人 就是他的敌人 住在山地的人 他们是很强壮的 他们就这样子的来 把他们的报告 这个结果讲出来 但是呢 迦勒呢 刚才我说的迦勒这个人物 很勉锐的去观察了这一切 OK 他就很去安抚百姓说 他去安抚百姓 他说 我们立刻去得那个地 我们立刻要去得那个地 我们有足够得胜 但那些和他一同去的人 却说什么呢 我们不能去供那些名 因为那门名 那边的人比我们强壮 你看家乐看的东西不同 另外一些探子记看的又不同 在十三章这个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OK 家乐安抚百姓嘛 但是探子退缩 哎呦 他们比我们强 OK 所以探子呢 就讲 有些探子呢 就讲到那个归探 就 这个报告呢 就跟以色列人讲到 很不好的一个消息 这些人是吞斥人的人 这些敌人是能够吞斥人的 他们身材很高的 这样 他们看到我们自己好像闸门一样 然后呢 这样的一句话走出来呢 这些探子所讲的这些报告呢 这些徽众就很怕 他们就哭 他们就发怨言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就是死在这个旷野那边 耶和华为什么 耶和华为什么要把我们 领到这个地方 使我们倒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妻子 我们的孩子被掳掠 我们要回去埃及 你看 要回去埃及 众人就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 回去埃及吧 整个情景就是说 看到我们不如意的时候 他们就退缩了 OK 我们讲到这边 我们停一下来 以色列人只愿意跟从神 走那个很顺的路 但是面对危险的时候呢 他们就想走自己的路 同样的 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写照 很多时候我们 很顺利的时候 哈利路亚赞美主 当我们不顺利的时候 我们就说神没有祝福我们 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呢 不是一帆风顺的 弟兄姐妹 基督徒的信仰 不是一帆风顺的 充满很多困难的 告诉弟兄姐妹 其实在霸业的时候 我母亲气势的时候 我其实面对 很大很大的人生的挑战 不单只是我母亲 气势的那个事件 同时在霸业有发生 霸业里面呢 我母亲是7月14号去世 然后跟着霸业来的时候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在我的生命中 几乎很难复习的那种情况 但是神在当中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问题呢 一个一个问题呢 上帝都在 就是为我家庭 为我自己本身 都在开路 那个细节 我不方便在这边跟大家讲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里面 无论是怎样的一个 一个的一些挑战 在当中呢 我跟我的孩子 我跟我太太 我们都没有放弃 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 在当中 而且当我们死守的时候 在八月 差不多来到尾端的时候 上帝才拜一位天使 让我们度过整个的那个 可以说是危机 是危机 上帝才拜一位天使 所以这个让我们所走的路 我们跟我孩子 跟我太太所经过的整个事情呢 这位上帝呢 是没有放弃过我们 是没有放弃过我们 虽然是 是很 怎么讲呢 那种 很堪坷 可能是很 不能用人的方法 去解决的一些事情 感谢神 在这个时间 他在一个很准的一个时间 他才派一位天使 要 要 来告诉大家 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感谢主 将荣耀给我们的神 真的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的确很 哭了 也是哭了 面对很多的 很多的 但是上帝还是很真实 上帝都是 无论是 哪样的一个困难 你不如意里面呢 上帝都是没有撇下我们 都没有丢弃我们 都时时刻刻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看到呢 当人不仰望神的时候呢 只看自己能力的 所面临的困难 就好像这班 这班 探子 这班以色列人 他们就怨天忧人 他们怨天忧人 但是十二个探子里面 有两个人 就是伦的儿子跟耶稣亚 还有这个 迦勒 他们 他们面对这些会众 真的 面对这种会众的 这种 狂嘲 撕开他的衣服 对他们说 我们所归探的这个地 是很美的 耶和华洛 洗液我们 就必将我们 领进那个地 把地赐给我们 那就是流奶隐秘之地 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 直接跟他们讲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哇 哇 你看 迦勒讲 他看到的虽然是很强大 他讲 他们是我的食物 这个信心 完全的展现在这个时刻 不要怕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相同的情况里面 依靠神跟依靠自己 真的是不同 弟兄姐妹 真的是不同 这些百姓不听耶稣亚和加勒的牵靠 反而要用石头 打死他 打死这些 不信靠这些 神的这些 以色列人 要打死耶稣亚跟加勒 但是耶和华在最景观的那个 头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 向以色列人显现 保护了他们 甚至神也这辈这些 悖逆的以色列人 不信 而且对他们惩罚 惩罚什么呢 凡向神发言言论的 必定不能 进入那个 应许之地 他们这什么呢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死在那边 唯有加勒跟 所以呢 耶稣亚才能进去 因为他们对神有极大的信心 而兼对的跟从 所以神也称赞加勒说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你们要认识这个人 唯独我的仆人加勒 因他另有一个心智 就是专意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 他所去的那个地呢 他的后一必得那地为业 看到吗 不同 加勒的确实是不同 他蛮有信心 对不起 所以加勒是我们呢 学习的榜样 他专意不仅体现在这个世界上 他的专意是 专意跟从神的 OK 当他年老的时候 他自己也做见证 在 耶稣亚 这边 他说到十四章八节 我专心跟从耶和华 我的神 到老 所以专意呢 是一个 一生人所学的功课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专意跟随神会怎样呢 圣经会告诉我们 圣经会告诉我们什么 许多跟随神的人 跟到一半呢 他是退掉了 他退掉了 基督徒说什么呢 有一件事我要遮备你 就是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我们不再爱神了 当问题来到的时候 我们不再爱神了 你看大卫也是这样 在他没有做王的时候 然后他紧紧跟从神 然后做了王了 他贪图享受 圣经想怎么呢 睡到太阳膝下 在房顶上行走 然后看见八十八洗澡 起了这个营练 就借刀杀人 因为他没有专心跟随神 他的儿子也是那样 虽然起初的时候 在位的时候他跟从神 但是 这边讲到圣经讲到什么呢 他衰退了 所罗门王衰退了 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 他宠爱许多外邦女子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他的这个会兵 这个就是Poccupine 优惑他去跟随别的神 OK 所以他也是失败 他没有专意跟随神 好 弟兄姐妹 我们要如何专意跟随神呢 要如何专意跟随神呢 如何专意跟随神 这边有两点 要专心 第一呢 就是要专心专意 什么叫专心专意呢 马太福音 第六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 悟这个就是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情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 又侍奉马门 马门这里讲到是什么 就是 世上那种钱财 钱财的诱惑 一脚搭两船 这边就是说 你一边你又爱上帝 另一边你又爱世界 这个是一脚搭两船的 这边 所以 专心跟从神呢 表示就是 效忠一位主人 效忠一位主人 今天我们跟随耶稣 你是否还有去 把这个 就是 专意的心 交给别的东西吗 你今天相信耶稣是我们 所有的答案 就是说 你今天真的相信耶稣是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 或者是 我们用靠 我们靠自己的办法 靠别的 别的一个 一个 叫做什么 管道 特别的是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我们是否 真的深靠上帝 他能够供应我们吗 或者是 我们去逛 那个叫做什么 4D的地方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在哪里 专心跟随主 表示一个 效忠一位主人 然后呢 第二呢 就是要 尽心尽意 全心全意 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来看这个路加福音 跟随主的人是怎样的 路加福音呢 这边在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 六十二节的这边 OK 我们一个来看 OK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 这边讲到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五十七到五十八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往哪里去 我要跟随 跟从你 他就跟耶稣说 你往哪里去 我跟随 跟随你 耶稣说什么呢 湖里有洞 天空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意思在想什么呢 你要跟从我 你要考虑 你看我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这边是在告诉他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 看到耶稣的神迹 那当时就说 我要跟随你 我跟随你 但是 因为跟随耶稣是一个很 我们讲很迷人的事情 但是耶稣跟他说 你要跟随我 你要看到 湖里有洞天空的 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连睡的地方都有问题 你要跟随我 然后 真正跟随耶稣 意思是说 真正跟随主的 就是 你能够去 你能够 给依这个牺牲 跟随主 然后接着下来呢 他讲什么呢 五十九节到第六十一讲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 容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正跟随主的 就是让耶稣 举首位 刚才我说了 我们 耶稣是否 还第一位的 当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再 把耶稣排在第一位了 当然跟随耶稣的道路 是的确不容易 但是说 但是神说 耶和华 耶和华说什么呢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 有指望 第三 五十七 这个六十一节到六十二节 那边讲到什么呢 又有一人说 主我要跟随你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 持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守抚这离 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他这边讲的 世界上这个人是要 并非要真正的请耶稣 容他回去 为自己 以弃势的父亲 挖坟墓 他想留在 父亲那里照顾他 照顾他父亲 这道父亲弃势 这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时间 可以一直拖下去的 因为这边讲到 先去持别我家里的人 那时间还不定的 还不知道 几时可以跟随耶稣的 所以这个人想跟随耶稣 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 他知道跟随耶稣很好 但是他知道 他自己应该是这样做的 但是他凭自己有 充分的理由 不去跟从耶稣 之前我们讲的 太过穿住了 一下子没有思考过 他要跟耶稣 然后这个就拖延 就拖延 所以这边讲到 耶稣跟这个人说 其实你现在要跟我 你要清楚一个原则 你跟从我过后 就是耶稣 就是在他生命的第一位 所以真正跟随耶稣 是全心全意跟随耶稣 不是迟疑的 难递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解决 我还有很多东西 我放不下 我放不下 所以主我要跟从你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边讲到 守护着离 向后看的 并不配 进神的国 耶稣像这个人强调呢 强调什么呢 跟从他必须要有尾声 必须要有尾声 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就好像这个农夫那样 必须全力以赴的 一直往前看的 一直往前看的 到最后呢 我以这句话来做一个结束 弟兄姐妹 这边讲到真正跟随耶稣 全心全意了 毫不迟疑 好 那耶稣期望 我们什么呢 弟兄姐妹 耶稣期望我们什么呢 他期望我们 全然的尾声 弟兄姐妹 跟随耶稣 而不是半信 半意的 也不能够 三信两意的 他只是很选择性的 来跟随耶稣 今天如果我们要 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 我们就要来 专业的跟随 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不是在这些 很安逸的 这个宿舍圈里面 我们定睛在 耶稣的身上 我们便没有 这个分散的一个心 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 耶稣期望我们什么 我们有请事情 我们有请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请事情上 我们唱最后那首歌 我们同战略 今天耶稣呢 要来问我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他 为什么我们专业要跟随他 你有时间 你可以去查考 整本的这个 整卷的这个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 这个福音书 在马太福音书里面呢 弟兄姐妹 你可以看到 耶稣其实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盼望 今天我跟你说 这个专业的跟随主是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功课 我们专一 我们专心去看这个马太福音 你会看到 耶稣要带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国 我们面对很多的问题 今天 我们面对 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他带出一个很 很大的盼望 是今天有很多的挑战 有很多的 这些我们不明白的地方 上帝要让我们进入他的国 不是什么其他的国 不是去捉这个捉这个捉那个捉很多东西 上帝要我们进入他的国 今天 我们要来认识耶稣 但我们才这样 对不起 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来试考 我们的生命 今天走到哪里了 十字架 上帝光芒 温柔又知识 带着主 爱的力量 使得主啊 使得主 让你的爱来充满足 我的心不再隐藏 能地摆上 念主爱 念主爱 来教官我 在爱中的自由 爱的爱 爱宝宗 我愿意 祢是我的主 哈利路亚 祢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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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在祢怀抱中 祢是我 祢是我的主 我们一起来唱 我愿意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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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祢爱的怀抱中 我愿意相复 祢是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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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我的主